好了天行者和猎魂者呢今天同时反场这把呢咱们就用猎魂者实战一下千分局的组队模式 让大家看看对抗有多激烈 让大家知道哎这个防撞模式在高端局它是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然后呢前两天直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喜好伴喜欢听一下这些老A车的故事啊 那这期咱们就一边看实战一边来说一下这辆猎魂者的故事啊 猎魂者呢是历史上首辆五喷A车啊 同时也是S联赛A车真正崛起的一辆A车啊 同时也是飞车最多分支的A车啊 密密麻麻的分支选项呢也是要晕了当时好多玩家啊 所以呢后面的车它也是不搞那么多分支了 因为它最佳分支只有一条 你搞太多的话要晕太多人 你这也没有太大用处是吧 影响游戏体验 那这辆车呢当时拿捏的不是第一代联赛A车破晓者 而是第一代首感之王白玉神区啊 那拿捏了白玉神区之后从这一代猎魂者开始啊 每一代的S联赛A车都是很强很强啊 好的最终呢是和主星者几乎同时间冲线 但是我说了本来以为来个漂亮的后追反舱 结果没有流氓特性呢 好了谢谢收看本期视频